3 2 1 Let's go 人秀妻新 我秀妻旧 就是人人的日秀他的妻 老婆新能啊 每天欢妻啊 每天做新能啊 而我呢秀我的老婆旧 就是人人是一个 同样的这一个 然后再看出谁 真正的有本事 是不是 不是说你妻子放的情 放的多 天天做新郎就是有本事 我呢每天呢都是 旧妻以前老婆 一直到最后 到永远 所以大家一看的话就知道 到底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 你天天换妻的人 你到了最后 最终会是孤独终老 孤老终生啊 是不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每天换妻新的 到最后都是这样的下场 所以看一看有没有本事 并不是你换老婆换的情 就是本事 你能够长期 跟你的那个发期 能够长期以往 能够长期下去 能够到终老 那才是真正的有本事 是不是 所以我看很多人就说 他找了老婆 一段时间后老婆就没有了 那你这以后还给人家介绍老婆 那你就差不多失去了 这个说服力啊 很多人也是这样说 你自己老婆都没了 你以后老婆你说老婆跑掉了 那你还怎么给人家介绍 所以缺乏工程力了 是不是 我感觉 就是说你能不能 自己能不能处好 和老婆的关系 这是最重要的 你都不能处好和老婆的关系 你还谈得 谈得太容易 你去别人家 前面就在那个 郭凯明那个视频 发布以后呢 引起强烈反响 好评如潮 这不光是我们这个公众号 主要是在那个油管 很多人有评论 评论都是很正面 觉得这个故事很感人 油管呢 现在呢 还没有推荐 我估计可能要有多个半个月 他可能会推荐吧 油管现在推荐的最多的是 深圳洋争议 他这个推荐到了超过200万 那个评论呢 已经到了5000多了 好多 对 但是他那个呢 怎么会说很多 很多台湾啊 特别是台湾那边一些评价 他不是正面去评价的 相信我们那个郭凯明视频呢 很快就会推荐 然后呢 评价也会多 然后第二多的呢 就是那个 冬天湖啊 冬天湖那个夏集 郭凯明这个视频呢 有很多人的观众呢 他关心呢 还甚至关心其他的音乐 他也整个配乐挺好 差到好处 高手叠当了 都配乐都配得起伏 配合得很好 那就是我们呢 就是你最后呢 就是影片最后呢 配的音乐叫什么名字 那个呢是电影交付啊 你们那个主题曲叫柔生倾诉 有人听出来说那个曲子很哀婉 很忧愿哦 那什么意思 因为我在听这个歌曲的时候 有人跟我讲这个 讲一个故事 就说的是一个人呢 他把他那个仇人的孩子养大 然后长大了以后呢 让他的孩子去杀他的生父 他最后把他生父杀掉的时候 他把他生父杀掉的时候 就告诉了他 就说自己是他的生父 而支持他杀自己的那个 就是他真正的仇家 那么这样你想这个儿子 他明白这一刻以后 他是什么感情 就歇斯底里了 差不多就是 已经像崩溃了 悲愤交加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歌曲呢 就在这一刻想起 而且这个歌曲它充满这些什么感情 悲愤 忧愿 哀歪 这样的感情在里面 但是主要说这个人 他杀他的生父呢 是出于一种 他是不知道 对不对 被人利用 那还好说 是不是 但现实是否中 确实的有 弑君灭祖 中呢 就有这样的人呢 他是出于一种 道的沦丧 他不是说出于自己 不知道 或者说是无意 他是有意而为之 我们就是处心极力 这种人呢 还大有人在 那中国现在这个社会 这个道德 却是门上都已经 有些人 他知道你对他有恩 他甚至他到时候 他会烦咬一口 我们就说是 士君灭祖 这样的人都有 徒弟打师父 然后杀 为了利益杀自己的君主 这种人都大有人在 不亦有之 所以说现在这个社会 道德门上已经到了一种 不可附加的地步 我们知道龙夫和蛇的故事 这个是龙夫看了一个蛇 冻僵了 他把他揣在怀里面 温暖了之后 我还记得我们以前 高考的时候 看了一个英语短文 就是一个阴的是天空飞 然后猎人用弓箭 一射 然后阴的就射中了 他转过头里一看 看到射中自己的那个箭 竟然是自己的同类的羽毛做的 那那一刻你想 他是多么的这种哀怨 多么的悲 悲痛欲绝是不是 就是说 你把他养大了 你给他有恩惠 他最终反过头来 反咬你一口 然后治你死地 这种人都还不少 所以有此可见 现在社会道德能上的 已经到了很危险的这个地步 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不管道德 他没有道德修养 从小就是很没有文化 他不怎么读书 所以关键时候 他就出卖灵魂 出卖同志 那这种人都大有人在 那可能有人就会说 那他有钱 我有钱 我找谁 我也都会有个老婆 那你要是这样想到 你不妨去试试 你就看一看 现在这个婚建市场是什么样的 黑暗森林法在 人人都是张网以待的猎人 处处给你设陷阱 一旦捕住了这个猎物之后 吃了你是不吐骨头 不要以为好像 我现在人人都像洪哥这样安全 都会认真负责地 给你找一个靠谱合适的 甚至是漂亮的 让美女老婆带回 哪有这么容易啊 你如果是这样好的话 那还有人 对中间是咬牙切齿 混之入谷吗 就不会有一个人说 中间不好了 所以 不要想当然认为 你一定就会有一个美女老婆 一定会有一个靠谱 好的老婆给你 不是人人都是如此 所以我们说 饮水思源啊 是不是应该这样 觉得人人都要做 要做有一个有道德 有底线的人 是不是 你不能说是 我过河拆桥 我恩将仇报 那你这样的话 你哪一天你自己 你也会遭到同样的恶语 你做人没有一点底线 你没有敬畏之行 是不是 你认为我乱搞一气 我都不怕无天 我都可以在这个社会上 都能不能 但他没有到的底线 他无知无畏啊 他天不怕地不怕 他认为他自己可以飞上天虚了 没有一点这个敬畏之行 他对什么都没有敬畏之行 他对什么都没有敬畏之行 他说我乱搞一气 不要紧 没有人的整果 那你看事与说 现在吴亦凡 你都知道了 他还不厉害是不是 他全世界有名啊 可以说是翻手为音 覆手为雨 这样的一个人啊 他会比你溜冰 你看他现在怎么样 你看一个事情 现在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 你看昨天我听说 他已经被批捕了 那他以后面临他的牢狱之灾 起码要五年以上了 是不是 所以你再牛逼怎么样 五年或者是 那个出来以后 你的精神打击多大 你的一生就完蛋了 你就忘了 对 表现他牛逼啊 所以我们对一切啊 我们要心中 你要要信神 对一切呢 要多心怀敬畏 我看呢 他们现在吃饭之前 要先祈祷 我觉得这是对的呀 昨天呢 我看一个视频啊 就是有一个老铁 他是这样评论 就是我们的有一个视频 不是 老婆你辛苦了 我做的那个啊 嗯 他说 看了你脸上 没有一点笑容呢 肯定是过得不好 然后说这样呢 给大家印象的也不好 会印象我什么什么 你怎么回复他 他只是不说八道 我现在过得很幸福啊 我老公孩子对我都很好啊 家庭幸福 房子有了 我也不需要去外面打工啊 对我的那些闺蜜相比 我给他好多了 他们有些夫妻啊 要回去 他老公啊 要去台湾打工 来搞生活 有些人呢 也分手了 离婚啊 离异啊 那些 我今天好像对了 我正在认识